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前面时间917日2023年 中国前进第一次比赛赛 最后一个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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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 今天给他我介绍的是 男主前年级7x100比赛比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他我介绍的主角 就是处在第六跑道的国家队 本场比赛国家队的最大军队手 就是处在第八跑道的福建顿 最终国家队以38秒52的成绩独第一 本次国家队分别派出了 陈冠峰 谢正燕 阎海斌 陈嘉鹏 这四人出战 由于苏秉天提早告别了本赛季 这次中国激励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 只能一致在预赛的时候 国家队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预赛国家队跑出了38秒75的成绩 以预赛第一的身份经营决赛 不过本次决赛和预赛的半次顺序 有了一点变动 那就是让最后一半的陈冠峰 和第一半的陈嘉鹏对调了 比赛开之后 福建队第一半选手起跑非常不错 出台领先的韩列中 而陈冠峰起跑就会稍微逊逝 或许是从弯道起跑的缘故 这一段陈冠峰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 当一二半交接的时候 第五跑道的江苏队率先完成了交接班 福建队是第二个完成了交接班 国家队则是第三个才完成了交接班 不过这个时候 直进卸正业接班后 开启了自己的暴准模式 瞬间就有连超两人跑回了第一的位置 而福建队也在咬牙直追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 国家队率先完成了交接班 而福建队也紧随其后完成了交接班 接下来直进一海滨开始展现 他的远远弯刀技术继续去建立年轻仪式 当最后半交接的时候 国家队率先完成了交接班 福建队是第二个完成了交接班 接下来直进陈家鹏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后成加速能力 开始分离冲刺 直进身后的对手 一下子就被他甩开了 直进陈家鹏率先冲过了准备 最终国家队甩开对手5米远 以38秒52的成绩无需内夺第一 福建队以39秒00的成绩获得第二名 由于本次国家队的成绩 是不记录到排名当中 所以福建队获得本次激励赛的冠军 虽然国家队这38秒52的成绩 相比于预赛有了0.25秒的提升 但是跟苏饼天诱赛的时候 成绩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以这样的成绩 想要在杭州洋运会上去争夺金牌 也是比较困难的 毕竟日本队在之前的事情下 跑出了37秒83的场地 虽然希望有点渺茫 但是也要相信竞技体育 随时都会有奇迹发生的 也希望这支年轻的中国队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这 看见银鱼神圣 由我大手加大火 下期将会